这个什么味道 闻一下味道 尊重 尊重 尝过去大家闻一下 你闻一下看什么味道 薄荷吗 有没有像撒农pas的味道 有 有不 有像撒农pas的味道 耶 白猪什么 台湾白猪树 嗯 白猪树 然后另外比较高海拔的 如果你们昨天有上去观景台 路边应该有白猪树 它是最小矮小的树木 猪什么猪啊 白猪树 什么写猪啊 诶 珍珠的猪 珍珠的猪 白猪树 对 然后它就是 它有那个有点那个沙龙帕斯的味道 然后高山白猪树 这个是台湾白猪树 这是它的果实 然后它会变成慢慢的种子 会变黑 如果是那个白猪树的话是变白 然后它比较小棵 都有这种沙龙帕斯的味道 什么会变黑啊 这绿绿的会变黑色啊 白色就是白猪树 黑猪树就是黑猪树 不是 它的名称叫台湾白猪树 这会变黑啊 只是种子变黑就成熟 你们有听到 那个时候叫黑猪树啦 鸟叫吗 对 那是鸟叫的 对 有种是 有鸟叫 有 长鸟可以吗 给我留意